不可不知 资产负债表的构造 资产负债表 将某一时点的资产与负债 净资产分别左右列在表中 资产负债表的右侧表现的是资金的来源 资金作为商业经营的先决条件 分为自有资金和外部资金两种 从供应商赦账欠款的方式 或金融机构银行贷款方式 调动来的资金属于外部资金 而公司的所有者 股东向企业所投入之资金 股本资本攻击 企业营业所赚取之资金 保留盈余都是企业自有的资金 资产负债表的左侧 所表现的是资金的用途 现金账目表现的就是将以各种方式 所汇集的资金加在一起之总额 最后资金的募集和用途 根据其性质之不同进行分类 产生下列报表构造 左边为资产 右边为负债 加上股本 为总负债与股东权益 小利、小永和豆浆店目前拥有的资产有现金和生财器具 负债为应付账款 而股东所拥有的则是企业剩下的价值 即股东权益 等于资产减负债 股东权益可称为净值 它就是指小利的原始投资额 在会计上又称为净值 也称为净资产 即资产减去负债 它也表示股东对契约剩余资产之求偿权 所以股东权益又称为剩余权益 接着小利开始准备豆浆店的营业 于是拿着购物单前往批发商处采购 由于是第一次采购 批发商要求现金购买 小利就必须准备现金 小利支付款项1570元后 买完食材就回到店里 她采购的内容有包括以下八项 包括了面粉、黄豆、米、蛋、肉、葱、糖、盐 此时小利趁着有空时 就更新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 即采购1570元 现金则减少1570元 但资产项目则增添这些食材 而这些制造产品的食材 我们称为存货 一般而言 存货包括原料、半成品、成品 它们都是资产 所以存货是一项资产 存货是企业在特定期间所拥有 可供正常营业出售之商品 简言之 存货是提供正常营业出售为目的而买入的资产 在新的资产负债表里 现金减少了 减少的部分转成存货 换句话说 小利是将现金资产转成存货资产 这项转换是否改变资产总额 显然没有 资产总额人数50万元 右蓝是否会变动 显然也没有 负债及股东权益 仍是50万元 左蓝和右蓝相等吗 是的 左右两蓝永远相等 资产负债表的特性是什么 左蓝和右蓝横等 动动脑 一 收入使股东权益增加 所以应记代方 圈正确 收入应记在代方 二 资产增加时 股东权益并等额增加 错 并不一定等额增加 三 负债及股东权益 代表资金的来源 圈正确 四 资产与负债之差额 代表股东权益 及所谓之净值 圈正确 五 会计事项发生后 会计方程式之两端 必将发生同数之增减 圈正确 六 厂房设备之交易活动 归属于 A 融资活动 B 投资活动 C 营业活动 D 理财活动 B 投资活动 七 资产负债表中 流动性最高之资产项目为 A 存货 B 现金 C 应收账款 D 固定资产 B 现金 名词解释 会计基本方程式 资产等于负债 加股东权益 资产 企业所控制之资源 该资源是由过去交易事项所产生 且预期未来 可产生经济收益之流入 负债 企业之现有义务 该义务必须以某一方式执行 股东权益 及资产减去负债 通常包括股东权益 及累积损益等科目 收益 当其经济效益增加之部分 费用及损失 当其经济效益减少之部分 本单元结束 是否到了